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大概今年2月的時候呢 我就買了一支機械的AP表 那說真的AP的工藝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支手錶呢其實我真的覺得 當你戴上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在你手腕上的時候 你每天沒事就會看一下 沒事就會看一下 就是把玩一下這個精品的感覺 其實大家就知道懷疤是個 非常重度的3C科技迷 基本上呢使用Apple Watch 變成是我生活中不可缺乏一部分 因為我的訊息太多了 我會變成說我想要減少 我拿起手機來看的一些進度 而且呢有這麼多的礦場在運作當中 有時候拿一台機種過熱啊或什麼的 當手機收到推送通知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看一下手錶知道 欸這可能還好 可能不需要馬上處理 對我來講我很難去取捨說 就是機械錶它的精品它的漂亮 跟Apple Watch它的功能性 這兩個呢其實在過去是非常難融合的 所以呢在過去我只要每次戴上Apple Watch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真的像是一個玩具一樣 不管說呢其實懷疤之前一段時間 在淘寶上面也買了一些看起來好像不錯的高級的金屬框了 那其實我已經買過兩款了 我們等一下要來實裝給大家看看 這邊這款黑色呢它是使用全鋁合金的 那雖然呢它的外邊呢有一點點像AP的樣子 但是呢它的問題就是說呢它戴起來其實是非常重的 我們等一下呢會直接放上棒秤給大家秤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我買的另外一款 它長得有點像RM的一個手錶框了 那當然呢這個錶帶顏色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但是呢我一收到它之後呢我還是又後悔了 因為說實話當你近看的時候你會覺得它的質感還是蠻廉價的 如果你真的跟這種高級的機械表來比的話呢 直到上個月我終於發現一個牌子叫做Golden Concept 這個牌子呢是我某一天在滑IG的時候不小心滑到的 我想說天啊這是真的東西還是假的 因為我知道RM的手錶呢它的表面是使用碳纖維去製成的 大家所知道RM就是Richard Miles這間公司它的手錶呢 蠻大的一部分的產品線都是使用碳纖維製成的 那當我看到IG圖片的時候想說天啊這個 這東西的質感真的太好了吧 很碰巧的是呢這件手錶Golden Concept 它剛好呢在台北的信義區附近開了一間實體店面 其實呢我在Golden Concept他們的網頁滑了一下說發現 欸台灣的售價大概38000到4萬5萬 當下覺得非常非常的貴喔 我原本是抱著想要踢管的心情去看看說 到底三四萬塊手錶跟我們在淘寶買大概三四千塊這種金屬框 是不是質感真的有好傷那麼多值得你花10倍的價格去入手嗎 上個禮拜就懷爸到了Golden Concept的實體店之後呢 一看真的中毒了 隔天呢就直接帶著信用卡去把Golden Concept的RSC41帶回家了 我們今天呢就來直接開箱給大家看一下吧 順便呢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實他們的錶盒呢 像這是AP就是一支100多萬的手錶 跟一支大概它的錶框是三四萬塊的手錶 其實它的錶盒的設計呢真的是非常像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Golden Concept的 好然後順便把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當然啦 你不能夠跟100多萬的 不能跟100多萬的手錶它的錶合比 這個我記得是特別木桶像鋼琴木的質感 反正那我都先把它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呢就是我的AP 然後這邊呢就是本次的主角就RSC41 然後呢他們家手錶很特別的就是呢 它的背板其實是有序號的 因為他們家的手錶呢每個款式呢都是限量的 會製作說一定的數量就不會繼續生產了 我看他們網站上是說呢每一款大概生產的數量 有些款式特別限量可能只有30支左右 那比較沒有那麼限量的是9999號 那最爽的是呢懷抱決定入手這一支的時候呢 他們店員把一打開發現 哇天啊 我這一支是剛好它的編號是002 所以呢是這個系列的第二支 他們說還蠻少看到 各位數的數字啦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手錶的正面跟背面呢 都是使用全碳纖維的方式 去設計的 這個錶扣部分是不鏽鋼 那這邊的側邊呢 就是使用Titanium就是鈦合金 所以呢整支錶帶真的非常非常的輕 我等一下就蹭給大家看就知道 因為在過去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在帶淘寶款的時候呢就覺得說 除了Apple Watch本身的重量 再加上這些鋁合金的重量 其實是蠻重的 那等於說帶在手上呢 它的重量當然啦不能跟全鋼的AP來比 但是呢這個手錶 在手上的時候其實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的錶扣的設計呢 跟這些高階的錶款是一樣的 所以變成說呢未來我 我現在呢隨時隨地 大部分時間啊 都是帶著這支 Golden Concept框的手錶 然後呢我去店面呢 看了一下之後發現 因為我原本已經有Apple Watch的 Series 7 第七代的 45mm的錶款 我想說男生應該會帶著比較大的 表面的手錶 所以呢我當時是帶著我的45mm的 Apple Watch 然後去他們的店內呢安裝45mm的錶框 裝了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 其實因為它的錶框是有一定的寬度的 所以如果你的Apple Watch 已經是45mm的話呢 再裝上他們家的手錶錶框 我覺得是有一點偏大的 所以後來呢我又再去買了一支 41mm 就是比較小的Apple Watch Series 7 也是第七代的 等於說我再又買了一支 新的Apple Watch 然後呢因為它是比較小的 表面的然後裝進去之後我就覺得 它的比例上是比較好看的 不過呢我還是建議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他們家的實體店面走一走 然後你可以實際看一下這些手錶的質感 而且他們還是有非常多 他們也有鋼鏈的錶款 然後同時也跟懷霸非常喜歡的一個 汽車改裝品牌叫Mensory 然後還有聯名款 那聯名款顏色真的也是超級好看的 然後蘋果爹的頻道呢 剛好開箱了那一系列的產品之後 我差點被那個白色的錶帶毒到 但是呢看了一段時間之後還是覺得 要偏實用為主 然後它的錶帶呢還是可以做更換的 所以呢我目前只選了一個 就是基本款的黑色 我想說可能待一段時間 可能看膩了之後呢 再去更換它的錶帶 那這邊要特別提到的就是呢 Golden Concert他們家的錶帶使用的 是叫做佛矽膠 它是一種蠻高級的矽膠 那它的這個錶帶的觸感呢 其實跟懷霸的AP是完全一樣的 它就是一種比較細膩的 然後跟皮膚不會產生任何過敏的一種矽膠 它的這個矽膠材質呢跟 淘寶的這種矽膠真的摸起來感覺完全不同 所以呢就像懷霸講的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些機械錶 然後你想要回味這種 機械錶這種精品的質感的話 但是呢又不想要損失Apple Watch的方便性的話 那真的是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使用Golden Concert他們家的殼 那配上Apple Watch 所以呢同時可以保有一個精品 戴在你手腕上的感覺呢 那同時又不損失Apple Watch的方便性 還有安全性 比如說有些心理檢測的功能啊等等等等的 所以呢建議有時間的話呢可以去Golden Concert的實體店面 體驗一下 就是精品的錶帶的感覺喔 好當然呢要開箱呢就開到底 我們來看一下就Golden Concert它的盒子裡面啊 它上面有一個小小的隔層 打開來之後呢裡面有一個 就他們品牌的一些介紹 然後最特別的是呢 這一支螺絲起子 真的質感超好的 因為我們在拆裝Apple Watch的時候呢都會需要使用到它 然後它竟然是使用磁吸的方式固定在上面 好我們把這支螺絲起子拿起來之後呢 裡面呢還有一個他們的寶卡 然後再來就是呢有一些矽膠的封套還有備用的螺絲 那因為我呢我是想要來秤重給大家看看 就是說到底碳纖維跟鈦合金要有多輕 那我們就直接來拆給大家看吧 然後呢這邊背後呢只需要拆下4顆螺絲 就可以把這個錶框給拿起來喔 然後呢剛剛懷抱花了5分鐘把所有的手錶都分解完成之後呢我們就來實際襯動給大家看看 到底為什麼就是Golden Concept的手錶戴起來這麼的輕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呢Golden Concept它的全碳纖維的背蓋 其實才3克而已 真的超級輕的就完全沒有什麼重量的感覺 像假的一樣 然後這是鈦合金的邊框 那鈦合金邊框加上這個錶帶 它整個錶殼的部分呢大概才24克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淘寶牌的鋁合金的中間這一塊 那就已經是41克了 它的重量呢幾乎多了一倍之多 那我們來看看另外一款 它的重量呢這幾克呢 39克 40克 所以呢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是鋁合金的錶款呢 它中間就大概就已經是40克 那給大家一個概念喔 如果你們手邊有Apple Watch的話呢 其實40克大概就跟Apple Watch的核心 有點接近啦 就代表說大概兩顆Apple Watch的重量 那我們再來看看 為什麼Golden Concept手錶戴起來呢 你會覺得配重很舒服的原因是呢 因為它把另外一部分的重量放在這個非常有質感的蝴蝶扣 然後它這邊是使用 不鏽鋼的材質 所以呢它重量會高了一些 所以它錶帶部分是50幾克 那當然呢這種純矽膠的錶帶 就像懷抱剛剛講的它是用很廉價的矽膠 然後這個 真的蠻沒有什麼質感的這個錶扣 那當然呢這種錶帶好處就是很輕啦 就大概20幾克 所以呢變成說如果我們整組來看的話 這個呢 普通這種手錶 大概都是60幾克60幾克 那Golden Concept呢 它大概會重了10幾克左右 但是它戴起來會感覺比較輕的緣故呢 是因為它重量一半是在正面 一半是在背面的部分 所以 不像這種便宜的手錶 你會覺得很明顯的一個很重的東西 當你手腕在動的時候 你會感覺一個很明顯的重量在這邊甩動 但是呢這個 Golden Concept呢 重量呢會平均的分佈在手腕的正面跟背面 最後呢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夠幫助大家認識這個 Golden Concept這個很特別的瑞士製錶品牌 然後他們家的錶帶真的非常好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懷把風科技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